第28题悬入哪一块毛皮摩擦塑胶纸后 将塑胶纸靠近碎纸片 结果他发现原本散落在塑胶板上的碎纸片 会向上飞到塑胶纸上 但是一段时间后 碎纸片又逐一掉落下来 关于碎纸片会向上飞到塑胶纸上的原因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第一个 我们的重力都是往下的 所以重力不会使我们的小纸片往上飞到塑胶纸 所以我们的诸选项一定是不对的 这里是我们的摩擦起电产生的是静电 也没有实力的作用 所以选项B跟C也都不会是对的 所以我们是我们的静电力 向上吸引的静电力 大于向下的重力所造成的 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塑胶纸与碎纸片间的静电力 大于碎纸片所受的重力